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阿里云SLB产品的一些概念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啊 其实这就是SLB的一个核心概念的一个组成 阿里云的SLB呢 它主要有三个基本的概念组成 第一个呢就是Low Balancer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运行状态下的 负载均衡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实力 跟我们的ECS实力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第二呢叫Listener Listener就是监听 然后呢它其实代表的是 用户定制好的一个负载均衡的策略和转发规则 也就是说当一个请求来之后 我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请求的转发 怎么分发到后台的这个服务器上去 然后第三个概念呢就是Bacon Server 就是后端的一组云服务器 那么这些云服务器是用来接收SLB 转发出来的所有的请求的 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呢 才是一个SLB的完整的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一些术语 首先呢我们有SLB Server Low Balancer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的简称 Region 地域 那么就代表我们这个SLB所处的这个地域 我们在哪里创建了它呢 它在哪里能做流量的这个转发 Zone是可用区 代表SLB它自己所在的一个可用区 Low Balancer我们前面提到了 其实就一个运行状况下的负载均衡服务的实力 Listener就是我们起的一个监听 一个Low Balancer可以起多个监听来做流量的转发 Bacon Server就是我们后端挂的ECS的服务器 Address就是我们的服务地址 那么现在我们阿里云提供的SLB呢 它提供公网和视网两种类型的这种服务地址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特性去选择不同类型的地址去服务 我们来看看SLB的主要功能 SLB目前它呢提供四层和七层协议的这个流量的转发 包括四层的TCP UDP协议 我们还支持UDP协议 然后七层的HTTP和HTTPS的协议都被支持到 后端呢我们刚才提到 其实它能够对后端的ECS进行健康检查 自动屏蔽并且恢复我们这个有出现问题的ECS 我们还提供这种绘画保持的功能 就是说SLB一个请求来之后呢 我可以如果启用了绘画保持的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同一个客户端的请求将会被转发到同一台后端的服务器上去进行处理 如果你的业务有这方面的需求呢 你可以将这个请求打开 这个选项打开 那如果打开之后呢 所有一个用户的请求都会被转发到同一个服务器上去 如果你的业务有这种必要才打开 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建议 我们建议更多的是 我们后端服务器是这种无状态的应用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支持这种加权轮行和最小连接数的这种转发的方式 加权呢就是权重越高的服务器会被转发的这个概率也就越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加权轮行 轮行呢就是一个一个的不断的去一个一个的轮流去转发后端的服务器 最小连接数是我每次请求来的时候 我会计算一下后端服务器哪一台服务器上的连接数最少 那么就会把这条请求转发到那一台服务器上去 SLB的其他功能呢就是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真听 就是每个listener我们可以设计它设置它最高能达到的这个带宽峰值 也就是说当一个SLB它要转发多个监听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是网站的入口的就门户网站的入口的一个监听80 然后我还有邮箱的我可以设置邮箱的这个上线 比如说我总共申请了10兆的这个带宽 那我申请邮箱可能最多占用5兆 保证那个我的门户网站的流量一直能够保持在5兆以上 我们现在呢SLB它还支持公网和私网两种类型的负载均衡 如果你这SLB是作为公网流量的入口呢就选公网 如果在内网做一个流量的入口呢 那我们就在内网选私网类型的负载均衡 我们还提供相当比较丰富的这种监控数据 可以了解这个SLB的实时的运行的一些状况 结合云顿呢我们的SLB它也能够支持LAV DDoS功能 防止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攻击 如果我们在同一个地域申请 在一个SLB后面呢就是可以在多个Zone里头申请ECS 就是多个可用区里申请S挂到同一个SLB 这样就可以实现同一个地域的跨数据中心的融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数据中心出现状况的时候呢 我的服务不会受到影响 那如果它要是结合全局的这个DNS的域名解析的话 那还可以是跨地区的融灾 就是说你可以申请多个SLB在不同的地域下 那么通过DNS来实现不同区域的 我就把它指向不同的这个SLB作为入口实现一个全局负载均衡 针对HTTPS协议呢这个功能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SLB它能够提供统一的这个证书管理的服务 所以呢你的证书就不用在每一台后端的ECS服务器上去上传了 你只需要把你的证书放在上传到SLB SLB会帮你进行解密 解密处理完成以后呢 SLB跟后端的ECS之间走HTTP 就可以实现HTTP-S协议的访问 除了管理控制台之外呢 我们还提供API SDK啊等多种管理方式去管理你的SLB的实力 本节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